这个系统呢 功能呢 不是特别多啊 但是呢 也不少 是不是啊 咱们来分析分析 数据物馆如何设计呢 首先呢 想要设计数据物 你得搞明白这个什么 这个业务 对吧 然后呢 一个页面 一个页面呢 去看 然后呢 去构思 需要多块张表 对不对 表与表之间呢 是什么样一个关系 两方面 第一方面呢 业务要输 对吧 第二方面呢 每个页面呢 都要看得非常仔细 大家能理解吧 现在咱们来看一看 因为呢 咱们这个系统呢 是为什么呢 是不是用户有多角色啊 企业老板 还是企业的普通人工 是不是啊 所以咱们之前呢 也提到过 关于怎么实现它 需要几张表 用户 角色 对吧 角色 菜单 关系表 还有什么表 菜单表 对不对 前面有点画张图啊 先简单的画图 再大一点啊 再大一点啊 这另外肯定还有用啊 首先 用户表 就需要啊 对吧 还有什么表 角色表 角色表 对不对 然后是角色 菜单 关系表 咱们这个表 菜单表啊 菜单就是什么 就是用灯进来之用的 所能看到的那些导航 对吧 都理解吧 那表表 这些啥关系呢 是不是 角色 菜单 关系表 有个外界 指向角色表 对不对 然后有一个问题指向谁 指向菜单表 对吧 然后用户表当中呢 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角色ID 指向角色 指向角色 当然能看到的是这四单表 至于里面的有哪些字段呢 咱们现在不搞理它 至少是四单表必须的吧 如果说你要实现用户登陆 以这个菜单的展示 这四单表是最基础的 对不对 下面咱们接着看 用户登陆 是可以登陆的 再看看用户注册 大家看看 用户在注册的时候 这里面 用户名 手机号 邮箱 密码这一块 这一块是不是属于用户表的 没问题吧 但是问题出现了 那这些企业的信息该怎么存呢 大家想想看 是在用户表里面 建一些字段 来标识企业的数据呢 还是说 单独再建一张表 来标识企业的信息啊 建一张表 是不是啊 为什么呢 大家想想看 如果说要将企业的信息和这一个老板的这个账号 绑定到一块去了 对吧 如果这样说 那问题出现了 那么老板心松落入的时候 那些企业信息怎么办啊 对不对 社群的信息干嘛 应该脱离开 怎么办呢 再建一张什么表 企业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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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用户和企业之间啥关系啊 是不是一个用户只能用一家企业啊 这可能没错吧 咱们来说 一个企业是不是多个用户 那可不可以在用户表当中呢 建立一个外建 只向企业表 可以吧 大家看到了吗 企业说句有了 对吧 那么当用户注册的时候 我应该怎么做呢 我将属于用户的这些字段 插入到哪里啊 用户表当中去 他说 对不对 将企业的信息呢 插入到企业表当中去 对不对 之后呢 将企业表的设计的这个主件ID呢 怎么办 给他 是不是啊 是不是应该先插入企业表 再插入用户表啊 一般没有这个主件怎么办呢 大家能听懂吧 对吧 是必不可少的啊 所以从登入注册呢 这其他表呢 是必不可少的 然后咱们再仔细看 看注册页面 仔细看一看 这里面 除了这些呢 是可以建资端的嘛 我建一列 可以吧 这也可以吧 姑娘也可以建立啊 那省事先怎么办啊 对不对 大家想想看 省事先的话 如果说我在我的业内当中写死的话 就写死了 对不对 大家想想看 如果有一天 对吧 咱们中国 这个行动区呢 发生改变了 比如说前段时间嘛 不是有个熊安心区嘛 那怎么办 你是不是得改变啊 那怎么办 这样是不合理的 你应该怎么做呢 应该将省市县这些区域的信息 存到数据户当中去 对不对 当你呢 想查询 省市县的信息县 从数据户当中去取 大家能听懂吧 对吧 现在问题又出现了 那么这 省市县是分别存 比较好呢 还是说 存到一张表当中 然后通过某种关系把它连接起来呢 哪种存的比较好 大家想想看 怎么存比较合适啊 从数据户当中 大家想想看 像这种数据户当中的 其实说呢 看你具体的场景嘛 具体的场景啊 但是 由于省市县 你看省还多了个省 省最多三个省啊 你看单独在一张表 是不是 以后中国再加 可能加到五十个省啊 是不是一点多余啊 你这个基督最多再五十条啊 干嘛要这张表啊 这没多意义啊 对吧 那怎么存到一张表呢 存到一张表当中 然后呢 通过数据关系 让它们之间呢 产生关联就可以了 那么就这张表该如何进行设计呢 咱们来看一看啊 咱们来看一看啊 对吧啊 需要一张什么表啊 是不是区域表啊 来换一换啊 或者叫城市表 不都行啊 对不对 那怎么办呢 那我可不可以这样子啊 这张表当中呢 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主件 主件 ID 是不是还有区域的名字啊 有一个什么 名称 那样不 可以吧 那能不能给每一条记录绑定一个 复ID呢 复ID啥意思啊 就他父亲的 ID 或是父亲节点的 主件 大家想看 这样如果解决这个问题啊 能吧 怎么解释看呢 可一会不太懂 是不是啊 这没关系啊 大家想想看 如果我这个程式表当中 我先画一张图啊 你先理解一下 等会我就删掉它了啊 好吧 比如说这些有记录 对不对啊 是不是三个字段啊 ID 南部和4ID 对不对啊 大家想看 咱们城市当中最顶级的是谁啊 是小还是中国啊 是中国啊 是中国啊 那怎么这样建啊 一 记录怎么才啊 一 中国 中国的发力什么东西啊 是零行不行啊 那第二条记录 叫什么啊 比如说 河北省 我想看 河北省附近是谁啊 一 第三条 我再举两个省啊 这是什么 河南省 举个例子啊 河南省附近是谁啊 一 那图里有三两个省 是不是有三两个记录啊 这没问题了吧 再看 再看 这样就 河北省附近是什么 有事啊 比如说 第四条是什么 是唐山市 唐山市的附近是谁啊 是不是 河北省啊 对吧 再来一个 石沙庄 附近是谁啊 是不是啊 再来几个区吧 听不见啊 唐山有什么区啊 鹿北区 鹿北 鹿北区 唐山一区 他的父亲是谁啊 是不是 四啊 再来一条 唐山二区 他的父亲是谁啊 是个四啊 大家看看 这样的话 我这个数据有没有规律啊 有规律了吧 这就说了 查询出所有的省 查询出所有的省 这个四后语该怎么写啊 是不是 三个新闻 佛罗伦之当表 维老 发ID等于一 你怎么是永远不动的啊 看所有的我们查询到吧 去久又变了 查询出 河北省里面所有的市 都又会选择河北省吗 查询出河北省下面所有的市 四伏罗伦他怎么写啊 塞的新 还是这张表 对不对 这种数据结构呢 叫什么 叫树型 树型 树型结构 对吧 每一条巾呢 这种数据结构呢 叫什么 叫树型 树型结构 对吧 每一条巾呢 都有一个负节点 能听懂吗 对吧 到最后呢 是不是有个根结点啊 什么叫树型结构呢 其实很好理解嘛 是不是有一个树啊 分支 这一个结点 对不对 展开 他俩 他俩子结点 对不对 他是不是又有分支啊 一二三 等会得删掉他啊 给你举个例子啊 图别小啊 这个是不是树型结构啊 大家看到了没有啊 这种叫树型结构啊 从现在开始能要掌握他啊 这种树型结构呢 就可以解决 这种树型结构的关联关系问题 是不是解决掉了啊 咱们这个树型结构三角度是不是可以实现了啊 可以吧 我说完了 大家听懂了吗 听不懂 举手我看看 没人举手是吧 那就多听懂吧 行 咱这个程式表就说完了啊 行 这个有别的方式把它擦掉吗 行 咱们选择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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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不说 程式表就会建好了啊 咱们再接着看 这个注册业面里面还有什么东西啊 来看看 这里呢是收入不当存的 一两点解决了是不是啊 这些剩下是不是自断啊 存到企业表面建一个自断就可以解决了 再看下面啊 经营范围 经营范围里面是不是有个品牌的概念啊 咱们在公共会议里面是不是也操作了啊 会出一个品牌的面表是不是啊 对吧 所以说说干嘛啊 需要一个汽车品牌表 把所有的汽车品牌都往里面存啊 大家能听懂吗 来 接着看 来 城市表是不是啊 这个城市表和别的东西有关系吗 有 你想看 你企业表里面 企业表应该有自断来指定啊 这个企业所属于城市啊 对吧 但是我要说一句话 像这种数据关系 就不用建外建了 你这有啥意思吗 就通过一个逻辑标识来标明这家企业的城市就可以了 城市线就可以了 能听见吗 不用建物理的外建 这个物理的外建呢 是有什么关系的啊 是有依赖关系啊 这样很容易出问题啊 比如说山石虚化的时候会出问题啊 咱们这时候只要标识它就可以了 这种建的叫逻辑外建 就是那我只需要标识一个字段 来标识它 别的关系就可以了 不用真正正正正正的建外建 能听到吧 这种用来比较多啊 从这边呢 我说完了 叫逻辑外建 是吧 就一个字段来标识一下嘛 逻辑上标识一下啊 很好看 就是这样准备用品牌表 来 接电话 啊 品牌 raft版来标识給汽车 品牌表 来 汽车和品牌表 这本说只有这个东针吧 对吧 再接电话 änd识看 这事官是哦 根本身提侦 Ihnen 多有个作 categ已經有个作为单向并建嘛 那些人如果能理解它呢 只要考虑现实的业务场景 因为卖汽车配件的人呢 也是分方向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有一些气费商呢 他只卖某一个品牌下面的所有类型的配件 比如我做本田建的 我做光马建的 我做奥朗建的 大陆地业吧 是第一种啊 第二种我就是说什么东西呢 我呢 只卖某种类型的配件 我这里呢 只卖轮胎 轮胎的部分品牌啊 什么车型的都可以啊 对不对 我只卖机油 机油还分野什么车需要用的机油吗 对不对 最后呢 这也是分方向的 最后呢 包括这些这一块呢 咱们看看 它是不是对配件的准备 进入一个分类了 对吧 这张 这么没机会怎么办呢 你是页面给它写什么呢 还说不定当时存啊 肯定存比较好啊 因为到时候你要修改 或者再增加的话 是不是增加方便了 对吧 有四个人现在需要一个什么 需要一个配件 种类表 对吧 来这段话 配件 总类表 是不是啊 这项是不是说完了 说句别呢 那也来的 配件 总类表 能够取过来的 没问题吧 解决了 精品专卖 精品呢 它不属于配件的类别了 对不对 它是汽车 可有可无的东西 装饰品 说得太好了 就是装饰品 对不对 所以这精品专卖这里呢 是不是也有选项啊 那这选哪里来的 手刀踩着马 对不对 这里呢 和谁比较类似了 和他是不是很类似啊 这叫精品 种类表 这个装饰品 种类表 你怎么理也都可以啊 他们都称为什么 汽车精品啊 来 来 就精品 种类表啊 这个数据员的问题 是不是解决到了 解决了吧 对吧 注册页面呢 再来看一看 还有别的吗 说没了 剩下这些什么 气味商的联系人 说法的不就是老板的名字吗 老板的名字 是不是存在 用户版中的一个 真实新闻当中 自账存的 剩下什么地址 地址的话 我可不可以在这里存啊 可不可以在 企业版中 有个自账 叫ADS来存它啊 听到了没有 就这样地址存了 注册这个魔幻 就说完了 再看下一个 首页 真的要被人改了 是吧 来我登录一下啊 点着吗 立即登录啊 先看首页这个模块 首页这里是不是三个切换页啊 是吧 第一个切换页 展示的 是不是系统的一个 动态的一个消息啊 来体验合约度吧 你看你们刚才 是不是更新了很多货架啊 你看全出来了 对不对 那这里数页怎么办呢 顺便找标要存一存 对吧 当入部通过系统 添加一个货架的时候 我调用这个消息的service去插一条记录 这没问题吧 然后怎么办 我再调用动态消息的service 再往动态消息表 咱们插入一条记录 诶 这个解决了吗 听到了啊 我这里需要干嘛呢 需要一个动态消息表 来存放这些生成的动态消息 对不对 来接着画 动态消息表 没问题吧 再看看 这是个公报的新闻啊 他俩是不是也是得分类啊 公报就是用一张公报表啊 对吧 这个公报表呢 记录下来 这个公报的标题 还有时间 那公报内容怎么办呢 你能用个字符法来存公报的内容吗 说不能啊 到用个点击公报的时候 应该谈一个网页出来 怎么办 是个网页得丢好啊 他听懂了吗 他叫什么 公报表和什么 新闻一条 接着画 其实你别看表多啊 其实没啥东西的 复杂吗 没啥东西的关系啊 说这四段表会有关系啊 这是不是都是独立的 都是单表的查询 一百段表题都很简单 是不是啊 这个包都要不要你自己写 他明讲功能给你生成好了 再多也其他人没什么 是不是啊 来 这是不是公报表 公报表 公报表 现在什么表 新闻表 新闻表 画得好像一点丑 你先读我看吧 新闻表 新闻表 那首先这个模块就破掉了 完成了啦 再看看 寻一下大家和历史记录 这个块呢 内容场景呢 因为咱们现在不做这两个模块 对不对 咱们呢 这一块呢 就不涉及它 咱们不做它啊 因为里面没有设计 这个设计来自于什么地方 来自于手机VP不是什么 咱们没有手机VP 能理解吧 咱们看看 我的货价和公共货价 我的货价和公共货价 那说白了是不是对商品啊 既然商品的话 是不是需要一张商品表啊 来 仔细 来画张图 商品表 这个商品表呢 就有关系了啊 就有关系了 我来看看能不能拖过去 老师 这能从往左边拉 能拉吗 不能是吧 对呢 换什么 我想往左拉 捡切可以是吧 选择 哎呦 这不行 这个水平还挺low的 然后选择干嘛 浅切是吧 浅切 哎呦 我天哪 就可以直接拖了鱼了是吗 啊 谢谢 解决了我的问题 你们是我的老师 这很正常 我这个公年不是很熟 自从我当老师才开始用这个东西 对吧 要不要出现了 那这个商品表 咱们想想看 这个商品表和谁有关系啊 和用户有关系啊 那可不可以这样子啊 我建立一张表 是专门来释放商品的 对吧 在这个商品当中呢 有一个外界 指向谁啊 指向用户 对不对 这样是不是就没关系了啊 对 所以咱们干嘛呢 建立一个什么 商品表啊 这个货架也大了啊 没关系啊 这样来 货架呢 就是商品的意思 能理解吧 我一说货架了啊 那些不太明白了 货架表 这个货架表当中呢 有一个字段 叫 发布人的ID 怎么办 说指货来的 这样 这没关系了啊 对吧 货架这些货架解决到了 可能也有个同学会说了 那老师 这个图片应该怎么存啊 咱们之前讲 SPRMEC的时候 是不是讲过啊 这个图片上完之后怎么办 将图片的URL 图片的那个什么 路径存到商品表一个叫URL资章里面去 这就可以了啊 对不对 这就可以了啊 商品这一块呢 也说完了 再看什么 对吧 这还有个收藏的功能啊 我的收藏 大家分析一下 收藏该怎么存呢 比如说我点我要收藏 这个时候怎么办 是不是往收藏表当中 添加一条记录啊 这条记录长什么样子呢 是不是 有收藏人的ID 对不对 还有什么 还有商品的ID 听见没有 还有谁 还有被收藏人的ID 但被收藏人ID是不是 商品叫做女主持的ID啊 对不对 这怎么画这个图啊 来 这些画 是不是收藏表当中 收藏表 收藏表当中 画得丑的 没关系 收藏表当中 有一个什么 外件 指向货架表 这里呢 有点绕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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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藏人 ID 是不是啊 来 商品货架 ID 是不是啊 他说白了呢 就是一个什么 就是一张关系表 对吧 他这个收藏人ID 是不是指向货架的 不是 我都指错了 指错了 指错了 用户 对 指向哪里啊 指向用户啊 这个收藏人家也指向人啊 指向用户啊 这个写的谁知道怎么画 写的谁知道怎么画 写的谁知道怎么画 这还没有写这个图 这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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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可以移吗 可以 这怎么移啊 我都这样画的 我都这样画的 写的 是不是这样的 还有一个什么 还有一个货架的什么 ID 是不是啊 大家看懂了吗 这样画 是不是欧了 自己想一想 是不是欧了 你看看收藏表呢 说白了是不是 存一个关系啊 谁收藏了 哪件商品 谁收藏了 是不是收藏人ID 指向用户表啊 对吧 收藏了哪件商品 是不是货架表啊 记录啊 国家一指过来 大家看看 这样的话 是不是就欧了 欧了吧 有没有不理解的 没有 我就这回都理解了 都理解了 咱们呢 再接着看 再接着看 说 还有别的地方吗 来看看 员工管理里面 管理是哪 哪表的设计啊 员工管理这张表 对 员工管理这张表 他管理的是不是 用户角色权限这张表啊 对不对 说白了你这个插谁 说白了会插你用户表吗 给你这个信号去搜吗 没用途吧 新搜用户的时候 是不是意味着 你得插入一条用户的记录 给这条用户的记录呢 绑定一个角色ID啊 对不对 大家理解吧 那如果说你让这一个用户离职的话 是不是意味着上一个角色ID的失效表啊 对不对 别人就没东西了啊 编辑这一块呢 说白了 是不是这个用户表 我以前自断了 那修改一下就可以了 这很简单了啊 这个没问题了 再看看企业管理 结外于一块呢 上面这些东西呢 是不是企业的基本信息啊 对吧 上面就在宣传啊 不就是三个图片的地址 加一个介绍吗 我在多做四个字段 是不是就欧了 三个字段呢 来存URL 对不对 另外一个图片的东西啊 来存文字描述 因此可见 这个企业管理是什么最简单的这里面啊 就一张表 哪张表啊 是不是企业表啊 是不是企业表的设计啊 对吧 咱们数一数 有几张表啊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一十二十三十四 是不是十四张表就解决了啊 少不少 这已经很少了啊 这已经非常少了 你砍了很多东西了啊 已经非常少了 所以咱们整个心目呢 就已经通畅了 咱们有这十四张表的一个支撑嘛 这个系统完全是可以做完的 对不对 刚刚那已经一步一步来捋了一遍 是不是啊 完全没问题啊 如果你有好的建议呢 可以跟我说一说 正常的时间呢 给大家留个十五个钟时间 对调这张图 相邻的如果跟你不理解 讨论讨论 这样交流比较快 好吧 比如说 比如说 我不是求这点 我不太懂 就跟你同学交交流 交交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